据英国媒体报道 知情人士声称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已经结束 整个王室成员都开始新的生活 查尔斯三世果然是宠妻狂魔 即使举国反对 还是要给卡米拉王后的名分 册封典礼预计在来年夏天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 我们接着往下看 75岁的卡米拉高兴地晒出天鹅颈 跳芭蕾舞来管理身材 要以最好的状态册封为王后 密谋了17年 卡米拉终于成为英国王后 从小三到丰厚的路真不简单 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嫁入到王室后吃了这么多苦 卡米拉终于等到了翻身的这一天 卡米拉嫁给查尔斯几经有17年了 一直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 现在总算要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现在还处于国丧妻 但是卡米拉的心情很不错 真正悲伤的人只有查尔斯 2005年 查尔斯在争议下坚持迎娶卡米拉作为爱妻 当初查尔斯在婚内出轨卡米拉 让两人陷入负面形象 不少人认为卡米拉的魅力远及不上戴安娜王妃 无论是外貌和形象都完胜卡米拉 虽然如此 但卡米拉就是能稳稳抓住了查尔斯的心 嫁入王室后 卡米拉也逐渐扭转在英国民众心中的负面形象 17年间她表现亲民 热心参与公务 建立了正面形象 卡米拉的付出亦被女王看在眼里 在登基70周年时 女王对外宣布 希望在查尔斯继位后 卡米拉能成为王后 而在女王离世后 卡米拉最终成功走出多年负面阴影 顺利成为英国王后 卡米拉的长相虽然不算美 但是她幽默风趣 很有风情在上流社会很受欢迎 出生贵族家庭的卡米拉从小接受着新教育 她增外祖母曾经作为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情妇 这个家族的女子不论长相是否出众 风情万种 情商高是必备的本能 母亲罗莎兰德 尚德是当地一名德高望重的贵夫人 更难得的是 尚德跟一般贵族妇女对子女的保守教育不同 她对女儿的教育很开明 罗莎兰德尚德夫人在英国上流社会 男性中很受欢迎 在这样一个风姿绰约的母亲身边长大 卡米拉身上既具备一般贵族小姐的教养 也保留了帅真的个性 身上有一股子传统贵族女子所没有的独特风采 不用说当英国王子遇上卡米拉 她不出意外地迷倒了查尔斯王子 情商颇高的卡米拉 深深地明白查尔斯的软肋 年幼时的查尔斯跟着外婆长大 是一个心里有阴影的人 所以查尔斯一直对母亲天爱弟弟耿耿于怀 而卡米拉虽然长相不美 却有一种母性光辉 加上卡米拉本来就比查尔斯大上一岁 又处处表现出了一种懂得和体贴 让查尔斯无可自拔地陷入温柔乡 她一心想娶卡米拉为妻 1947年出生的卡米拉出身名门 在家族的精心培养之下 成长为一个落落大方的贵族千金 卡米拉和查尔斯在1971年邂逅 两人于一场马球比赛中相识 其后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查尔斯深深地被卡米拉吸引着 即使后来两人短暂分开 她仍是查尔斯心底最爱的那个人 如果说19岁的戴安娜 王妃是个天真可爱的少女 那么当年卡米拉则是个爽朗洒脱的女生 她与查尔斯认识的淑女大为不同 卡米拉擅长骑马 马球 打猎等运动 恰好与王室贵族的男士们志取相投 能很好地融入其中 借着马球运动 查尔斯和卡米拉迅速发展 无话不谈的好友 卡米拉的细心聆听和善解人意 让查尔斯深感被理解 而与卡米拉的相处 也成为了查尔斯王室生活中 少有的轻松瞬间 两人既是爱人也是好友 查尔斯便曾表示 卡米拉是最好的朋友 多年来 他们的相处也一直印证着这个事实 不论年轻时还是岁月老去 查尔斯在卡米拉身边 总是笑得开怀 不少活动都能看见 他们放松自在地相处 最强小三 查尔斯深陷于卡米拉的魅力中 但她的形象 却不是英王室心中理想的王后 所以 卡米拉在1973年 选择嫁给另一个贵族男士 安德鲁 帕克 鲍尔斯 但与查尔斯依然维持着 超越好友的关系 直至1981年 查尔斯与戴安娜 举行婚礼后 两人才 暂时断绝来往 在当年 年轻单纯如白纸的戴安娜 更符合王室的选择 所以 查尔斯在与戴安娜 约会13次后 便成婚 但一时的新鲜感 始终不能长久 他们的婚姻很快触交 更在90年代初 传出了查尔斯出轨 卡米拉的消息 1995年 戴安娜在接受访问时 以一句 我们的婚姻有三个人 太拥挤了 为出轨消息一锤定音 消息一出 引发英国民众严重反感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形象 都跌入谷底 而在戴安娜 因车祸去世后 卡米拉更成为众矢之地 瞬间变成 英国人民最憎恨的女人 虽形象不佳 但卡米拉有最强力的支持 那就是查尔斯的爱 当时查尔斯 戴安娜 卡米拉的三角关系 一直是英国媒体的焦点所在 当年造成的轰动 一直持续至今 戴安娜的美丽和优雅深刻 印在大众心中 相对地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不轨 亦是民众心中 难以抹灭的负面印象 积极履行皇室公务 与查尔斯结婚后 卡米拉自知形象负面 民众好感度不高 所以她非常低调 只是积极履行皇室公务 并热心于慈善活动 多年来 卡米拉经常陪伴 查尔斯出席公开活动 不论是在英国本地 还是拜访不同国家 她的表现大方得体 符合王室形象 据外媒报道称 查尔斯最近一直在想办法 重新改革王室 她将矛头对准哈里王子 虽然没跟几次向查尔斯示好 不过查尔斯直接忽略儿媳 还要将哈里夫妇 以及阿琪和莉莉 彻底赶出王室 查尔斯三世的这一步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一方面因为哈里王子 一直抹黑王室形象 让英国民众和王室成员 一直很反感 所以查尔斯首先要拿下 哈里夫妇一家 让英国民众对查尔斯产生好感 另一方面则是可以趁机 让英国民众逐渐忘掉 戴安娜、王妃 据消息人士表示 查尔斯最近的一系列举动 都是在提升卡米拉的形象 如果不是 她在幕后推动 很难想象凯特会在王室宴会上同卡米拉热聊 而哈里这个不稳定因素也要离开 这样卡米拉就可以在王室踏踏实实地做王后了 查尔斯真的非常爱卡米拉 她为了卡米拉 什么都愿意去付出 在查尔七登基之后就下了一步大棋 她不仅要让群众接受卡米拉 还要让群众忘了戴安娜王妃 查尔斯的目标 就是想让卡米拉的一举一动让外界感觉到很得体 配得上王后的位置 为了实现目标 查尔斯不惜自黑 她利用一次次小的事情让外界逐渐改变对卡米拉的态度 其中就包括在北爱签字的时候 查尔斯因为墨水漏出来大发雷霆 卡米拉则是结果刚笔化解了矛盾 这一下子立刻提升卡米拉在群众的形象 据王室传记 卡米拉从妻儿到王后介绍 凯特和卡米拉现在经常见面 两个人成了好闺蜜 由于卡米拉凯特见面的机会多了 威廉和父亲查尔斯见面的机会也跟着变多 她和婆婆卡米拉就这样拉近了威廉和父亲的关系 难怪上次威廉在父亲的登基典礼上 搀扶了继母卡米拉 确实显得像是那么一回事 凯特是大体 知道女王喜欢家庭内部一派和谐 她帮忙促成了 也来了女王的一大心愿 结果她成了大赢家 女王把私人珠宝就给了凯特 凯特和威廉还获得了新的王室头衔 以及77亿的康沃尔公国 另一方面 没跟让哈里和家人关系更为疏远 女王什么也没有给她 查尔斯三世也不想给哈里夫妇 以前孩子的任何王室头衔 凯特现在什么都有了 她让梅根叔的心服口服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